说起欧阳奋强,也许大家会觉得有些陌生,但如果提起《红楼梦》大家一定都十分熟悉,这不改编自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古装电视剧,绝对是不可多得的经典。 而欧阳奋强就在其中饰演男主角贾宝玉,那时的他风流倜傥,玉树林峰,演起宝玉来生动形象,将书中天资聪慧的混世魔王,表现得出神入化,而欧阳奋强版的贾宝玉也被很多人奉为称为经典,而该版本的《红楼梦》也重播了上千次,不可超越,欧阳奋强如今已经年过五旬,虽然年事已高,头发花白, 但仍然可以从中看出,他当初英俊潇洒的影子,已经不再从事演艺事业的他转行做了幕后,也指导过一些影视作品。 欧阳奋强虽然曾痛失过一个爱子,但并不妨碍他和妻子康丽现在的幸福。 女儿欧阳文心也许是从小收到爸爸的艺术熏陶,在艺术方面有着一定的天赋,说起来可能受家庭良好氛围熏陶。 欧阳文心也走入了演艺界,在他16岁就制作了自行车上的背影。 虽然表演技巧等方面,还有许多进步空间,但灵气十足的表演可以看出他的努力与天分。 女儿的顺利毕业让爸妈引以为傲,爸爸欧阳奋强也发微博表示欣慰和祝福。 照片上看来,女儿长得和妈妈十分相像。 我是一个十足的大美人,具有中国之姓美,身材也很好,但相比明星更适合出演舞台剧。 女儿的顺利毕业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